许三鸭对许念念的记忆还停留在原主许念念的身上 说话也没个把门的,有啥说啥 倒是无形中,把赵水花给气个半死 然而,她还没有开口说话呢 许三鸭啃了口苹果,咬出一口水,嘎崩脆 一边嚼巴一边问她 哎,对了,水花表妹啊,你和你闺女啥时候找到工作呀 都那么多天了还没找到工作 别是手脚不灵活,没人要吧 你 赵水花猛地扭头看向她,气个半死 还得努力憋着气 三鸭姐,我们还在找,不是找不到 她以为许三鸭是故意讽刺她 然而天地良心呢 许三鸭是发自肺腑地关心她们 担心她们找不到工作,没钱生活 姐说话你别不爱听 这找不到工作呀,就是别人看不上 你们回头放灵光些 去找工作的时候啊,看见别人干啥 你先别谈钱,积极地先干活 准能找到工作 许三鸭以前就是这么干的,觉得这是惊艳之谈 微微知道她老妈的性格 看赵水花气得脸色胀红,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闷着头努力憋笑 许家人有个臭毛病,那就是嘴上没把门的 不仅没把门,还喜欢自吹自家人 许三鸭说上瘾了,还逮着许念念和赵珍珍做比较 哎呀,不是我说呀,你还说我家念宝心气高 我们家念宝一个人赚钱,好家伙,白手起价 在村里建了那么大一个厂,比县城里那些厂还大呢 哪个女人这么能干,能不心气高吗 呸,她吐了颗子,接着说 你看看你家珍珍,一天到晚的啥事也不干 就窝在房间里玩,那钱还能从天上掉下来咋的呀 都是一个年龄段的,让她跟我家念宝好好学学 不然回头找不到工作,还许不到人家 不肯做家务,还不肯赚钱 哪家傻儿子吃饱了没事做,会取这么个祖宗回去啊 姐看着你和阿智关系好 才跟你这么说的,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赵水花听许三丫说了半天 怒火憋了一肚子,正要发泄出来 她最后来了这么一句 好像她说了那么多,都是为了她娘俩好似的 赵水花气得咬碎一口黄牙 见许三丫还在继续数落的趋势,忙说道 三丫姐,我们会好好找工作的,就不劳您操心了啊 这话说完,她下意识看了杜志文一眼 杜志文皱了皱眉头,却也没有数落许三丫 一时间,赵水花气得个半死 我以为看见赵水花总是跟她爸那装可怜 气得退了杜志文一把 我讨厌死爸爸了 说完,她就跑了 杜志文被退得一脸莫名 退了退眼镜,问许三丫 这丫头咋了? 许三丫起身,就要跑出去追 我哪知道呀,等我过去问问 许三丫说完,也跟着跑了 房间里,于是就只剩下了赵水花和杜志文 只有两个人在,赵水花瞬间就开始抹眼泪 你哭什么呀 志文哥,我三丫姐是不是觉得我和珍珍住在你们家 心里不舒服了呀 要真是那样,我们马上搬出去 就算没钱,睡桥底下 也不受这个气,挡不了走就是了 杜志文皱了皱眉 明白她这是因为许三丫刚刚那番话生气了 她耐着心思解释 三丫她不是那种人 她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没坏心 赵水花当即气得牙痒痒,却什么都没说 志文哥,那你说三丫姐能帮我和珍珍安排到许师大厂里上班吗 我听说那工资给得挺高的 这 杜志文有些为难 她和许家那边的人都不怎么亲 以前是觉得,因为他们那一家子人都粗鲁 她一个教书育人的老师和他们总来往 见不过那一家子的作风 后面许家有钱了,她更不喜欢亲近 那样会显得她特别无能 现在好多老师都说她舅子那边过得怎么怎么样 听到这些,杜志文心里就难受 就连许三丫开的那个店铺,她也不愿意去 总觉得,那是她之前瞧不起的粗鲁 人家施舍她的,会让她面子上无光 有些人心里总有那么些坚持 那就是杜志文穷得发慌的自尊心